在苹果A19 Pro联发科天玑9500之后 9月的压轴大戏来了 咱们今天就来好好看看这颗高通的新旗舰 骁龙8 Elite正5 这期视频里面 你会看到815在量产机上的CPU和GPU的能效表现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QRD的视频里 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815的架构 它和8E一样 依然有两颗超大核和六颗中核构成 具体来说 这次超大核的主要设计目标 是改善内核后端执行单元的利用效率 那这颗大核前端的九宽解码 是本代比较大的一个改进 定位接近于CEUltra 那么中核则是在前代基础上进行小幅优化的产物 它的架构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那么缓存部分则是延续了前代大核素跟小核素 分别12兆共享L2缓存 加8兆片上SLC的设计 加上一颗缓存增大50%的GPU 整体的核心面积基本上和前代保持一致 那既然8E5的超大核是在前代基础上改进的产物 它主要以改善瓶颈为主 小核则仅仅是轻微优化 那么它的IPC 性能和能效会强多少呢 我们现在就来搬出SPEC 2017 单核能效学线来直观地看看 这次两种CPU核的升级幅度 先来看超大核能效 整数部分 这颗8E5的超大核 看起来跟前几天的CEUltra有点像 那和前代的8E超大核相比 在3W以上的功耗段 能效表现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3W以内它的能效其实都没有超过前代的8E 甚至有小幅倒退的情况出现 不过我们拿它和CEUltra相比 可以看到它俩在整数测试当中几乎是肩并肩的水平 只能说是难分高下 那么整数部分它们都比较接近苹果的A17 Pro 距离A19两兄弟还有些遥远 那再来看看浮点部分 8E5的这颗超大核的浮点 确实是比8E的超大核强了不少 略微领先浮点同样很强的CEUltra 好消息是它的浮点能效已经追上A18 Pro了 能有这样的浮点性能 不仅有核心本身的功劳 还要感谢内存控制器的改进 浮点测试对于内存性能要求很高 8E5的浮点性能也受益于此 如果我们把它们都放在3.5GHz左右下的频点 来对比一下骁龙8E5和前代8E的大核 那你会发现这代大核在IPC上的提升是比较显著的 整数部分IPC提升了8% 浮点部分提升了11% 综合的IPC提升已经接近10%了 如果我们横向对比各家大核的水平 它的IPC还是会比CEUltra整体低一点 但是CEUltra毕竟是一个规格明显更大的核心 我认为8E5的大核在内核效率优化上所做的工作 是非常具有成效的 我们还专门测试了它的内存和缓存性能 在同样搭载LPDDR5X9600内存时 它的缓存和内存延迟都有了明显的优化 尤其是内存部分 在192兆以上深度的内存延迟上 8E5甚至能够做到90纳秒的水准 这可比同样搭配9600内存的8E延迟要低出了50%以上 可以说在内存性能上 8E5的进化幅度是非常大的 这已经赶上苹果A系列注意器的水准了 前面你肯定注意到 浮点能效曲线里面的8E5P核的峰值功耗明显低于CEUltra 那看来这4.6GHz的8E5大核肯定比天玑9500里4.2GHz的CEUltra更节能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我给你们随便看几个子项的成绩和功耗 你发现什么没有 这4.61GHz的性能怎么没比4.26GHz强呢 来看看测试时的功耗曲线就知道了 你看这最高频点下降频都降成啥了 这单核峰值功耗直冲20W的水平真的是手机能压住的吗 实际上我们常规的控温手段早就没办法压住这个频点的性能 为了找到4.61GHz的性能 我专门用液氮给它降温降到了零下80度 但最终很遗憾 还是跑不出正常的结果 那我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温度才能让它跑满4.61GHz了 那么实际上像503这种持续时间又比较长 然后功耗又比较高的项目 因为刚开始超高的功耗导致的积热问题会引发后面严重的降频 实际的运行频率甚至会比调到稳定的4.26GHz还要低 那它为什么会积热呢 你们还记得580X3D吗 那颗CPU上仅仅是核心上面叠了一层L3缓存 就已经有了严重的积热问题 而手机SOC的POP封装是什么概念 它是把整颗DRAM芯片压在核心之上的 本身一颗核心的大小就非常小 热密度本身就极高 那这样一来 积热问题只会比X3D处理器还要严重无数倍 但最耐人许味的是 这样的降频速度其实它并不会影响Geekbench 6的成绩 因为Geekbench 6的每一项测试时长都非常短 很快就跑掉了 所以在Geekbench 6里 反而你可以跑出它的峰值性能 实际上如果我们横向对比它和CEUltra峰值频点下的功耗 那不管是天机9500还是815 标称的这个最高频点功耗都可以轻松给你干出单核远超10W的水平 本代的旗舰处理器都普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大家也都明白在任何应用里你都几乎不可能用到这个评点 我真的不明白 Geekbench 6的跑分就这么重要吗 值得专门为了提升Geekbench 6的单核成绩去做一个评点吗 别忘了桌面端两年前14900K的教训就摆在眼前 我是真不想在手机上看到14900K了 那么好了聊完了超大核 我们再来看看815的中核表现怎么样吧 那么在能效曲线里不管是整数还是浮点 那么815这颗中核都比前代的8E有所提升 它的能效也比天机9500的CE Pro要强一些 并且这次的中核虽然小幅提升了0.1GHz的频率 但峰值功耗并未随之而增加 总的来说这个中核算是一次比较常规的升级 虽然说这个幅度并不大吧 但好歹是比隔壁的发哥和二码诚意要足一点 那么我们看完了SPEC 2017的单核表现 感觉这次815的CPU部分显然更注重峰值性能的提升 CPU激进的频点设置几乎就是为Geekbench 6而生的 那我们就必须得赶紧来看看 Geekbench 6里面量产机上的815水平怎么样了 在强制散热下 815跑出了单核3836分 多核12352分的峰值成绩 这个成绩毫无疑问 已经问顶了今年的手机旗舰SoC之王 而单核凭借着SM12的增强 也做到了仅次于A19系列的水平 但我们的观众都知道 峰值跑分也就图一乐 真刀真强还得是拼能效 所以现在我们就搬出我们的GB6多核能效曲线 来看看这颗815到底在哪个位置吧 结果很明确 815的这个多核能效也是相当不错的 轻松碾压了天玑9500 当天玑9500和初代8E还打了难舍难分的时候 815已经在GB6里面打出了代差 中高频段它的曲线已经差进了A19 Pro和A19之间 距离A19 Pro并不远 延续了自8E以来的强势表现 可惜815的低频能效进步并不是特别大 离A19系列还是差挺远的 并且极高频这个峰值功耗确实是有些吓人 这峰值频点直冲20W的平均功耗 这个时候哪怕我们已经强制散热了 很多子项也还是严重降频的 如果真的有一个无线散热的情况 它的功耗能跑到多少我真的很难说 这次815的Geekbench 6能效进步 一方面是815的大核有明显的IPC提升 另一方面Geekbench 6的测试方式 其实对英雄核心非常看重 天玑9500的C1 Ultra其实在Spec 2017的单核能效里 你可以看到它和815的大核差距并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GB6的多核成绩是超大核越多越强 那它的成绩会越高 恰好815有两个满血超大核 反观天玑9500的1加3加4结构 导致那三颗能效不咋地的CE Premium核心 严重拖了整颗CPU的后腿 最终GB6成绩里就被815远远甩开了 不得不说高通这个2加6结构才是现在的版本答案 整体来说我认为815的CPU能效表现算是稳步前行 多核能效甩开了天玑9500和A19 Pro接近 超大核能效在高频段提升比较明显 但是低频段确实没有带来任何提升 甚至还有小幅度倒车的情况出现 小核虽说是架构改进不大 但是能效倒确实是有着稳扎稳打的提升 这是815身上有点让我们看到了英克尔前两年的影子 目前这个频率大战打响之后 带来了超高的峰值成绩的同时 也带来了在手机上难以置信的峰值功耗 明明日常能效才更重要 却还要在这个平时根本用不到的功耗段大作文章 这样卷一个没有人用得上的跑分数字 你说真的有必要吗? 聊完了稳步前行的CPU 815的GPU会有天玑9500那样的惊喜吗? 在3DMark SNL当中 这颗815跑出了3143分的峰值成绩 这个峰值性能介于A19 Pro和天玑9500之间 竟然3加GPU峰值成绩还是相对接近的 如果我们结合功耗来看能效曲线的话 815的GPU SNL能效也是稳稳地落在了A19 Pro和天玑9500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5-8W左右的功耗区间内 其实815的GPU性能并不会比天玑9500多后多少 这个很可能就是这次增大GPU缓存所带来的收益 在核心规模上高通并没有选择疯狂去堆料 因此在10W以上非常非常高的功耗区间 这时候815的峰值性能就完全不是天玑9500的对手了 但是从能效表现来看 我认为它在实际游戏当中的表现 并不会有它们在峰值性能当中的差异来的那么大 反正这颗Adreno 840GPU就是对去年8E上那颗830做的茶楼补缺 没有做特别大的迭代创新 只是说给足缓存进一步去优化效率 虽然这个光山化的SNL表现不错 但是在光追侧向Solar Bay Extreme里 这颗GPU就没那么给力了 它的成绩比起天玑9500和苹果A19 Pro几乎低了1000分左右 毕竟这代815并没有像隔壁两家那样大改GPU架构 当然我们也测试了它的吞吐量 FP32性能仅仅是从前代的2.9TFLOP提升到了3.2TFLOP 基本上这就是频率所带来的提升 而今年大家搜支持的双倍FP16算力也没能出现在高通这颗GPU上 它的FP16半精度算力和FP32单精度算力完全相同 它也没有类似Tensor Core这样的单元 取而代之的是支持了GPU和NPU直通 不用经过内存 看起来现阶段高通还是想让NPU来做Tensor Core的工作 但是在总体上来讲 在新特性支持上高通这颗GPU今年依然是比较掉队的 理论测试做完 我们已经可以给815做一个总结了 不管是CPU还是GPU 在我看来这代都是慢慢往前走 它只是发挥出了前代大改后新架构的潜力 而并不是革命性的一代 你可以说815相比较于8E能效会好看一点 但是也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喜的新特性 而至于游戏性能 还有这一代新平台的续航表现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对各个机型的评测视频了 或者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们之后的大横屏 这个9月绝对是这么多年以来我印象最深刻的9月了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月有这么多的重磅新品接踵而至 今天看完了高通骁龙8E的振舞在量产技术的表现 我们也就凑齐了今年有力竞争首期SoC王座的三大旗舰机SoC 我认为今年三家在SoC的竞争已经真的进入了非常白热化的阶段 如果说苹果的单核冠绝群雄 发哥的GPU表现不错 那么高通就是三者里面比较平衡的那个 它不像今年的发哥那样明显偏科 那你要问我它的能效提升大不大吧 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大 就是正常的稳步迭代不掉链子 那么今年的三家旗舰手机芯片你觉得哪家表现最好呢 那看到这里啊 我相信你已经对815的性能和能效表现有非常深入的理解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看各家手机厂商对这个815的调教了 记得持续关注我们频道 来看看各家在新平台上的新机有怎么样的表现 这里是极客弯 我是你们的飘哥 我们待会儿再见